食安风暴一波接着一波 过去两年之间呢 从塑化剂食品 大同长期的混餐 铜叶绿素的问题油品 到这一回的黑心搜水油 不仅让民众吃得不安心 也反映出食品厂商 似乎不怕罚则的现象 有专家指出了 问题出在法律本身 加上卫生单位 对于问题油品食品的评断原则 都会影响到食品安全的标准 搜水油毒害食品安全 但从毒淀粉塑化剂 到去年的铜叶绿素混油 层出不穷的食安问题 让消费者信心一次次瓦解 是什么原因 让食品厂商有恃无恐 根本就罚不怕 食官罚里有帝王条款支撑的 第44条 就是要能够剥夺不肖厂商的 不当利得达到贺阻作用 让厂商不敢再犯 不过看看 捅出大楼子的大捅长机 行政财罚高达18.5亿 但刑事罚确定后 却撤销原本的行政罚 最后只缴了3800万的刑事罚金 高高举气 却轻轻放下 法律的冲突 让厂商打不到 嚇阻效用 影响到我们看到 陆续在下半年 有出现了食用油的一个安全 为什么 因为在行政罚上面的一个财罚 会受到刑事罚的一个限缩 变成不会去罚到 那个叫做不当利得 这样子的一个严重财罚 去针对业者的身上 再加上如何判定是否会危害人体健康 卫生单位的态度就很重要 塑化剂风波时 卫福部在网络上公布 塑化剂不会对人体造成立即危害 却在法庭上成为被告厂商的最佳辩护 我们在打塑化剂是一样的 卫福部公告一个塑化剂 72小时之内可以排除体外百分之多少 所以法庭就跟这个判说 因为可以排除没有限时损害 这是一样的道理 当年卫福部就是因为这个 我们的团体诉讼在第一省 就大部分都败诉 而如今收水油都被吃下肚了 食安灯号却还是绿灯 不消厂商获取暴力 却只被稍稍财罚根本不痛不痒 口头上讲的良心企业 纯心如何大概只有填植到 六年TV庭宣台北报道